再來第二個 腰痛就是盛虧嗎 是不是 腰痛就是盛虧嗎 一圈叉 請選擇 是 謝忻兄 你這舉一半 就各有立場就對了 後面是兩位 宣而已 對 然後前面都是差比較多 那您壓軸好不好 壓軸 少廷 這邊通常還滿詭異的耶 還滿詭異 所以會不會就是盛虛呢 盛虛 盛虛其實叫盛虛虛損 對不對 盛氣虛虛 盛氣虛虛啦 盛氣虛虛 那我要換圈 換圈 因為這邊應該沒什麼機會痛啊 或者是如果 就算是睡不好 可能姿勢不良 你也是在中間你的地方會痛 所以妳這樣反過來講 就盛氣虛虛導致腰痛 就只有這麼一個理由會腰痛 不然這邊幹嘛痛 不知道 對 妳不要被他誤導 他常誤導人喔 真的假的 不要相信他 媽啊 妳也不要被我誤導 你會常誤導人 對 我簽... 我覺得差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如果說真的痛 因為腎病 然後到腰都可以痛成那樣的話 那很嚴重喔 對 應該真的很嚴重 我覺得腰痛應該基本上都會是 像肌肉啦 傷啦 或者是疲勞或知識不良 所以我覺得應該說腰痛是盛虛 所以我覺得是感覺上是心理作用 你知道因為我最近有一個朋友啊 他很年輕 才29歲 他就因為那個猛猛性的肝炎 引發好像敗血症嗎 然後到那個時候 他事發的前一個禮拜 他一直說他腰痛... 大家都想說可能是太累 或是身體哪裡不舒服 只是催他去看醫生 結果後來他真的去看醫生的那一天 因為他一直倒汗 然後就被我們逼去看醫生 後來他去看醫生就在洗腎 天啊 那西平兄 你各舉一半是 有分左右腰部一樣的 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中醫的腎虛很嚴重的話 大部分都伴有腰痠背痛 所以你看那個中醫 帶那種腎臟的腰 都會有那種腰痠背痛啊 很多廣告 面狂激瘦啦 你的腎出了問題了嗎 廣告都這樣拍的 好像是這樣 對不對 好 那西醫是錯的 因為腎...你發現劇痛的話 那一定是兩種 一種是腎結石 腎結石那會劇痛 那不是腰痛啦 那是在上面劇痛 腎結石 或者是你很嚴重的 某種感染發炎 像剛剛邵廷講或許會 感染發炎 有一些嚴重的感染發炎 所以我告訴你 不要隨便感冒 感冒久病不渝 我跟你講 怎麼樣 它有的時候就會感染到腎 當然老師在那邊 我班門弄腹 非常... 但是聽起來非常有學問 對 那我們先針對這一點 來 林醫師 這是對的嗎 其實他是講對的 對的喔 對 因為感冒本身 我們的病毒會到血液中去 所以影響五臟六湖 所以我們病人尿毒 在長期追蹤治療的病人 稍微感冒 尿毒就跳起來 其實市場是這樣 而且你再吃感冒藥 可能上第二次 所以感冒上一次 吃感冒藥再上第二次 天啊 所以腎臟病有一些特色啦 不知名的一直感冒 你要去檢查看看 你腎臟大概可能出問題 對... 追蹤一下 所以這道題目的圈叉 我們從西醫跟中醫 兩個方面都來解釋一下 好不好 來 西醫 林醫師 其實我們的真正西醫的順臟 在位置是在我們最後一根肋骨 跟脊椎交叉的地方 是兩側嗎 還是中間一點 對 它在兩個地方 來 你比一下 我們最後一根肋骨 在這兩個地方 對 然後我們一般在敲 都敲這兩個地方 一般腰痠背道在下面 所以它可以在這個地方 腎臟那麼上面啊 對 在上面 對 所以它不在旁邊啊 不是... 也不是喔 你看這樣 誰跟我們都在旁邊啊 小腿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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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為什麼有正確解答 那黎醫師 所以這邊痛到底 是不是跟腎臟會有關聯 還是到了痛已經來不及了 其實大部分的腰痠背痛 都是旁邊痛 還是說你摸下去很硬 下面一點 對 下面的痛 所以幾乎到門診來 百分之八九十的腰痛 都跟腎臟沒關係 沒關係 真正有關係在上面一點 就在上面一點 這個最後跟肋骨精神交差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腎有問題 這個地方是會痛 有 假如你真的會痛 可能有幾種可能 就是... 如果我腎有問題 這個地方是會痛 有 假如你真的會痛 可能有幾種可能 就是腎積水 還是說腎雨腎炎 虛境感染 突然椅頭塞住了 那種也會劇痛 而且會那種椅頭塞住的痛 會從這地方一直通到尿尿的地方去 它會牽扯 會放生 所以會痛那個都是一個 已經是有的病症了 對... 它才會有警訊 對不對 不然你腎跟肝一樣 其實沒有什麼神經 對 假如你是慢性腎炎 像尿毒症 腎萎收 通通不會痛 平常沒感覺 就是剛剛講的那幾個 就是感染啊 還是石頭 有啦 才會痛 不然幾乎都不會痛 不會痛 好 那中醫的角度 腎氣虧唇 到底會不會腰痛 會啊 腎虛 我們叫腎虛 對... 痠痛 尤其是痠 無力 不能做...做得很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我們工作長期上班族 久坐久站 你的腰部的容易痠痛嘛 那我這邊建議一個叫做 在我們的手肘 內側 內側 手肘內側 這個手肘肘骨的地方 這邊有個我們的肘橫紋 對 然後這個終點 這邊叫做少海穴 這是心經的穴 古人發現喔 你容易腰痠被痛 很痠耶 對 很痠 這裡好像麻精喔 對 有點麻麻 有時候撞到桌角會麻痺 對... 這痠是代表我們正常嗎 痠是正常啊 正常喔 你越痠... 先問完再決定要說痠不痠 如果一說痠 不痠不痠 對 所以容易腰痠被痛的人喔 我們有一些一家研究 你在正中午的11點到1點 是心經的時候 心臟的時候 所以你多按這個穴道 少海穴 會改善你的腰痠被痛 而且真的麻麻耶 對... 是腎方面的腰痠被痛 對 所以腰痛你看 剛剛我們一講啊 它還是有區分的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人搞錯 那個腰痛延誤病情啊 有啊 因為你看那個廣告 每次在講腎虧就會說什麼 你看你腰膝痠軟有沒有 然後眼睛突然變得很萌萌 對 是這個腎臟的虧不痠 目不明 對 那之前有一個老先生 他要這樣 年紀大概60多了嘛 60多開始覺得 那每天都覺得腰痠被痛 就開始吃一些補 可是不對啊 症狀越來越嚴重 後來總有一天 他的太太說 你去大便宜看看 結果就去大醫院 去大病院掛號之後 然後他在走路的時候 不小心啊 就跟一個護理人員啊 可能就是有時候回身會去撞到人家嘛 護理人員就回身就撞他的手 然後他大叫一聲說痛得要命 然後護理長就說 你也太離譜啊 怎麼可能我這樣子 親近碰到你 你所以痛得要命 他說真的很痛 非常痛 然後他表情就真的很痛 那護理長就說 那你這樣子真的怪怪的 然後就跟他說 那不然你去掛什麼什麼科 然後請他們幫你做一下 可能X光的檢查 因為你的痛不尋常 結果一掛你知道嗎 老先生呢 不但是腎臟癌 而且他已經轉移到骨頭了 順著這個問題喔 盧醫師 中醫的邏輯 是不是人家說腎的地方 不能隨便亂敲擊 對 一般假如說 你真的是腎臟發炎的話 真的不能有強刺激 包含敲擊 那假如說我們講說是 一般屬於腰肌老損的 腰部肌肉容易乳酸堆積 容易痠痛的 就是純粹的筋膜這一塊的 那可以多 剛才講到搓揉法 搓揉法 那用敲擊法 我是覺得比較會症 容易受傷 對 刺激我們這些軟組織 可能不是很好 對 好 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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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